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歌词中所讲 撒毛的一生都在流浪中度过 1943年春 一个小女孩出生在重庆市南岸区 父母为她取名陈茂平 三岁的陈茂平就展现出了独特的个性 她觉得茂字太麻烦了 就给自己改名叫陈茂 48年 陈茂随着父母迁去台湾 在初中时就几乎读完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 然而她一心只爱读小说 数学成绩特别差 只好退了学 在父母的教导下继续学习 同时练习写作 音乐 绘画等 19岁的三毛在现代文学发表了第一篇作品 《霍》 踏出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因而 在中国文化大学校长张启云的特许下 三毛破格进入哲学系当选读生 成绩优异 三年后 三毛又远赴欧洲 前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 德国歌德书院 大陆 台湾 西班牙 撒哈拉沙漠 加纳里海岛 三毛一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流浪于世界各地 她是一名作家 同时也是一名旅行家 在文字的厚度和地域的广度中 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历练 在那个沟通靠书信的年代 不少读者将自己的人生困惑 以文字的形式转寄给阅历丰富的三毛 祈求解答 今天这本《亲爱的三毛》 就是三毛与读者书信来往的合集 在这些读者来信中 你能看到很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比如 孩子偏科严重怎么办 不爱读书怎么办 和父母关系不好 没法沟通怎么办 供养丈夫出国留学 丈夫却寄来离婚协议书怎么办 甚至还有给三毛的表白信 请三毛给婴儿取名的信 你可以在这些来信中 窥见云云众生的幸福 烦恼与厌警 以及三毛是如何给予他们精神指引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本《亲爱的三毛》 一起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部分 不快乐的爱人们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又什么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三毛说 当一个人印证了世上存在着另一个人 与他真诚相爱 就是幸福 当一个人被他视为最亲爱的人所欺骗时 人生极大的痛苦之一 于是产生 数十年来 三毛收到的来信中 最明显的烦恼和苦闷都在于对家庭生活和关系的不满 可见 人的一生最大的幸福和痛苦的来源 都是爱 这封信来自不快乐的女孩 她说 我今年29岁 未婚 是一家报官行最低层的办事员 每天下班以后 回到租来的斗市里 面对物质和精神都相当贫乏的暗淡人生 感觉自己没有活着的价值 我的容貌太平凡了 工作能力也有限 从来没有异性对我感兴趣 我很自卑 请你告诉我 生命最终的目的何在 三毛是这样回信的 从你短短的自我介绍中 看来十分惊心 29岁 正当年轻 居然一连串地用了 最低层 贫乏 黯淡 自卑 平凡 卑微 能力有限 这许多不正确的定义来形容自己 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便是 寻求真正的自由 然后享受生命 如果我是你 第一步要做的是 是加重对自我的期许 与看重 将信中那一串又一串自卑的字句 从生命中一把扫除 再也不轻看自己 你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租得起一间房间 容貌不差 懂得在上下班之余 更进一步探索生命的意义 这都是很优美的事情 为何觉得自己卑微呢 你觉得卑微 是因为没有用自己的主观眼 在观看自己 而用了社会一般的 功利主义的眼光 这是十分遗憾的 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 是难以快乐的 如果我住在你所谓的斗市里 第一件会做的事情 就是布置我的房间 我会将房间粉刷成明朗的白色 给自己在窗上 做上一副美丽的窗帘 在墙角做一个书架 给灯泡换一个温暖而温馨的灯照 然后我要去花市 仔细地挑几盆 看了月幕的盆景 放在我的窗口 如果仍有余钱 我会去买几张名画的复制品 海报式的那种 将它挂在墙上 房间布置的美丽 是享受生命 改变心情的第一步 下班后 也有四五小时的空闲 那时候 我可能会青年会 报名学学语文 插花 或者其他感兴趣的课程 是改变环境 又充实自己的另一个方式 我去上上课 也许可能交到一些朋友 我的小房间既然那么美丽 那么也许偶尔可以 请朋友来坐坐 谈谈各自的生活和梦想 慢慢的 我不再那么自卑了 我勇于接触 善良而有品德的人群 我会发觉 原来大家都很平凡 一个美丽的生活 并不需要太多的金钱 便可以达到 我也不再计较 异性对我感不感兴趣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 一点一点地丰富起来 自得其乐都来不及 还想那么多吗 不快乐的女孩子 请你要行动啊 不要依赖他人给你快乐 三毛收到的来信中 有四分之一的信件 都与婚外情有关 第二封信 就来自一个被弃的女人 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丈夫 一向是一个深爱家庭 勤劳向上的好青年 去年 我们因为他申请 赴美进修的学校 答应他去深造 便下了决心 由我留在台湾工作 他带走全部家中积蓄 赴美一年 赴美第一个学期结束时 丈夫突然来信 要求离婚 理由是 他已不再是台湾式的 那个他 而内心的变化 和环境的改变 已使他无法再继续爱我 我没有争吵 这个月终于很和谐地 签字分手 我们相恋四年 结婚四年 前后八年的恩爱生活 却因他五个月的离台 而告结束 我不知如何活下去 人生空虚 前途茫茫 更苦痛的是 精神已到崩溃边缘 无法工作 无法活下去 请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我无儿女 与父母手足关系很淡 可说已是孤单的一个人在世上 实在活不下去 因为太痛苦了 我有过轻生的打算 你说 我为什么要再活下去 而三毛这样回应 你并没有被弃 没有人在世界上能够弃你 除非你自己自暴自弃 因为我们是属于自己的 并不属于他人 丈夫如此分手 在我看来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经不起考验的婚姻 终究是要出轨的 如果对方是一个如此想法的人 即使今日不改变 他日 一旦有了单独的机会 一样有改变的可能 事情已经发生 要面对的情况 才是最实际的 当务之急是 你要保持健康 不要伤害自己 这桩婚姻已是结束了 而且无可挽回 那么不要再留恋 不要深责对方 不要轻看自己 生命是可贵的 不能因为这一件事情 轻眼死亡 离婚之所以如此苦痛 是因为你有了 深深的被伤害的委屈 挫折感因此随之而来 对不对 没有了丈夫 你也有能力一个人过活 活下去 生命自然在日后 给你公平的答案 人生的许多大困难 只要活着 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不要去看那个伤口 他有一天会结疤的 疤痕不掉 可是他不会再痛 有时候我们要对自己 残忍一点 不必过分纵容自己的哀怜 大悲 而后生存 剩余不死不活的 跟那些小哀小愁 日日讨价还价 接下来 我们来听听第二部分 成长烦恼的孩子们 这是一封写给三毛的表白信 信的主人是一名高三的男生 名叫郑宇 面对少年人青涩纯真的爱意 三毛也给予了柔和 而清醒的恢复 我深信 许多人的一生 都会喜欢过不止一个人 而这种现象 必然在基本上 与我们有一个共通的本质 也可以说 这种人性格的优美与光辉 恰好是可以使我们极度欣赏的 现实的存在形式与关系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那些人优美的心灵 化为我们一生的投影 影响了我的灵魂与人格 他们是我的本身 受到感召与启示 而且今生今世 都默默地在爱着这些人 想起这一些与那些人 心里只有欣慰与安宁 里面没有痛苦 郑宇 你说你有痛苦 你喜欢了一个 叫做三毛的人 其实 你喜欢的不是三毛 而是一种能够与你呼应的人 孩子 喜欢这两个字 有他千千万万种风貌与诠释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不只是喜欢 我狂爱过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 爱他爱成疯狂 焦虑地怕他要老死了 而我还没能快快长大去向他求婚 这是一件真的故事 而今 我仍爱着毕加索 他死了 我仍爱他 欣赏他 将他伸直在灵魂挚爱的一角 但我不痛苦了 我得到的是永恒 以及其他的爱 谢谢你 这么好的孩子 不如让这份爱 化为另一种 深刻又持久的力量与欢心 再通过你 投影到其他的人的内心去 接下来的这封信 来自一个准备托付考试而出国的女学生 为了要求回信 女学生的做法有些不甚礼貌 但是三毛还是耐心地回复了她的问题 你的来信很不快乐 个性看似倔强 又没有执着的目标和对象 对前途一片茫然 却又在积极预备托付考试 你说出国是为了向上爬 令我压抑 在我的人生观里 向上爬 逞强 都不是以出不出国为准则的 我以为 不断地自我突破 自我调整 自我修正 才是一生中向上爬的力量 孩子 你太没有自信了 也太要听别人的话了 有些自怜 更有些坐减自负 出国是自我逃避 想要自杀也是逃避 去松山精神病院 更是如此 却不知 逃来逃去 逃不出自己的心魔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以这句话 与你共同勉励 因为我自己 也有想不开的时候 也有挣不脱的劲儿 你做不做运动 散不散步 有没有每天大笑三次 有没有深呼吸 吃得够不够营养 以上都是快乐的全员之一二 请一定要试试看 请试半个月 看看有没有改变好吗 照片上的你 十分孱弱 再胖些 或再精神些 心情必然有些转变的 我们活着 要求他人的帮助 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他人告诉你一件事情 或由你自己 去了解一件事情 在本质上是不相同的 了解自己 是由内而来的 当你了解了 不必别人来指引 以便能明白 除了你自己之外 没有人能替你 找出生命之路 如果你观察了 自己几个月 发觉情绪的低潮 是周期性的 那么可能是 生理上的情形 医生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许多病状 心理的和生理的 请你再想想 好吗 又有的信中说 家庭不看重女孩子 不愿再供给 念大学的学费 做女儿带来信中 伤心沮丧 几乎没有了方向 三毛劝慰她 好孩子 中国人有一句谚语 行行出状元 进大学 不是唯一的人生之路 再说 自我教育 是很重要的 如果自己 不肯教育自己 一张大学文凭 又能够代表什么呢 孩子们的想法 千奇百怪 三毛总是温柔地接纳 然后给出 理智的指引 有的孩子 嫌弃父母 没有满足自己的要求 三毛回答 你的那份学费和衣食 是父母的血汗钱 换来的 这么一想 养育之恩 我们都不能回报 又何人 对他们要求太多呢 有的父母认为 自己的孩子 不够听话 三毛回答 大部分中国的父母 将孩子当作命根 将孩子 视为自己生命的 延伸与继续 期望自己一生 没能完成的 理想和光荣 都能在孩子的身上实现 更以为 自己人生的经验 百分之百 都可以转移到 教育下一代的身上去 又以为 孩子是必须 无条件听命于父母 而不可反抗的 压力便有时产生了 三毛认为 孩子可以教育 某些父母 也是可以再教育的 问题是 好似双方 都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自以为是 这就难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部分的内容 文学作品背后的 真实三毛 在浩如烟海的信件中 总有一些特别的往来 是三毛最真爱的 还有一些有趣的话语 也能帮助我们 看到一个孩子气的 不同意象牙塔里 和讲台上的 著名作家三毛 比如这封没有署名的贺卡 却得到了三毛 极大的重视与喜爱 寄信者没有留下名字 信封上 只有一个邮箱号码 牛皮纸做的信 红丝线装定出来的编 一个大红盘花扣 左面一个春子 是新的外观 打开来 七个毛笔字 就只写了两句话 祝福中国 祝福您 三毛说 这份宝贝 是收信中一件极品 双手捧着它 不知如何的真爱 正如不知如何的爱中国 才叫合了一个人的心愿 我要好好地看守自己 对待自己 活得像一个唐人女子 来报答我们共同的父母 她们的名字 也叫中国 就如你我 下面这封信 来自秋兰芬女士 前面礼仪性用语一大堆 最后就想问问 1月15日下午2点左右 三毛是否开车 路过中山堂的地下停车场 三毛的回信 简单利落 是我 再见 依如他本人 潇洒天真的风格 下面这封信 来自一名16岁的高中生 内容很短 想问问三毛 有什么可以练习写作的建议 三毛却很开心 因为来信 一句也不抱怨人生 只说喜欢写作 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而三毛收到的 更多是 人在福中不知福的怨叹性 看了很使人灰心 这个世界上 不满足的人太多了 自私自利 自暴自弃的人 也太多了 三毛偶尔也会对人生失望 会沮丧 怨几句老天爷 可是一想起自己已经有的一切 便马上纠正自己的心情 不再怨叹 高高兴兴地活下去 不但如此 三毛更喜欢把快乐 当成一种传染病 每天将它感染给 所接触的社会和人群 最后这封信的主人 自称是一个流浪汉 一个在阳光底下 拖着慈悲的影子 默默地 一步一步趋向救苦救难的 平凡的人 他的提问很有意思 不问情爱 也不问虔诚 而是问 还有多少个不幸的人 悄悄地躲在黑暗的角落里 受苦受难呢 三毛的回答 从神学 哲学等多重角度 给了这位有信仰的救赎者 这样的回信 世界上 的确有许许多多 生活在苦难里的人 而绝大群的苦难者 又往往是一个 大时代的变乱之下 可怜的牺牲者 他们本身是没有罪的 你说 神爱世人 为何要给人 这么多的苦难 这种问题 亦是我过去 一次又一次 养问上苍的 在老子道德经里 有一句话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除狗是什么呢 古代祭祀时 用草扎成了狗 在祭祀之前 是很受人们重视的祭品 但用过以后 即被丢弃 天地眼中 众生平等 人类也不例外 以无心为心 不刻意有人 正是人的至高处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 对于自然界 这当然包括我们人类 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以不再拿个人的得失 喜怒 生死 去做一个苦难与否的 判断和评价 因为 我们也不过是 一如窟窿的小草一般 渺小而已 你的问题可以说 在我 已有了答案 在你是 没有给你答案 十分抱歉 你是一个高尚的人 看了你的来信 十二分地敬爱你 我也有 与你同样的胸怀和意志 大家为了人类 做一只小火柴 照亮优暗的世界 如果世上每一个人 都做一只火柴 那么这一点点火花 也是不可忽视的 我始终认定 爱 是人类唯一的救赎 它的力量 超越死亡 好了 到这里 亲爱的三毛的三部分精华内容 就为大家讲解完毕了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全文 首先 我们通过不快乐的爱人们的来信 看到了一颗颗 在晴天涅海里 无以自拔的心 寂寞的 痛苦的 卑微的 但三毛也说 爱情并不是太危险的事 天下任何痴迷的背后 都有我们的心甘情愿 其次 我们看到了一些 陷入成长苦痛的年轻人 有些是因为暗恋 有些是因为前途 有些是因为家庭环境 三毛坚信 人不能没有梦 年轻人特别有权利做梦 但一定要把梦想和理想分清楚 梦想可以天花乱坠 而理想 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 踩出来的坎坷道路 我们要得着这条道路 真理和生命 就得一日一日慢慢地去走 踏踏实实地去走 在里面浮出汗水和眼泪 方能换得一个 有血有肉的生活 最后呢 我们看到了 隐藏在文学作品光环背后的三毛 看到了她全权的爱国之心 看到了她调皮可爱 孩子气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 看到了三毛对快乐生活的定义 以及对众生悲喜的哲学思辨 岁月极美 在于她必然地流逝 春花 秋月 夏日 冬雪 在这个日渐快速的年代里 长往街头 每每看见一张张冷漠麻木 没有表情的面容匆匆行过 三毛总是警惕自己 不要因为长时间生活在这般的大环境里 不知不觉 也变成了那其中的一个 也许通过书信呼应的方式 加上声音 我们人和人之间所树立起来的高墙 能通过这些光线 照亮一霎间幽暗的心灵 带来一丝欣慰 然后再不打扰 各自安静存活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